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松鼠科技 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翻墙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这个4k机场 名字呢是库里云 它主要是这个sr节点和这v2x1节点 下面呢 咱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 优点呢 它有一个免费的一个节点 速度也比较快 另外呢 它有这个防风的一个链接 注册送10g的一个流量 签到送这个这个0到2g的一个流量 这个不确定 因为我这边送测试的时候 有送3500到的 有送这个1.56g的 然后这个就是不去约定 看运气 缺点呢 就是它的一个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节点也比较少 但是它比较稳定 大家可以这个备用 另外呢 它注册的时候送三天的这个vip vip的话节点会多一点 然后vip的速度相对来说和这个免费的节点 速度都都很好 使用环境的需要翻钱的一个环境 然后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咱们松鼠科技 网清内容的一个这个清单 只要分成四块 那咱们看第一块就是电脑端科技上 目前来说是这个25个这个方法 咱们这边标注颜色的是推荐的这个几款 然后这边第一个是789vpn 这个是一直可以使用的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机机机场 然后注册就送10g的一个流量 然后每月清空 然后大家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推荐其他人注册 或者是这个 你开购买他的一个套餐 也就是最便宜的好像五块钱 一个月 也不贵 第三个是mac vpn 然后我这边用的就是这一块 不过有朋友反应说是不太好用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根据个人习惯 我只是做这个推荐 你大家这个使用 嗯 为准 下面呢 咱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稳定性 一般这个标注稳定的呢 都是这个官方提供的那个免费的一个节点 嗯 数据呢 需要大家测试 标注破解版的呢 一般都是 嗯 网数比较快 但是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结合网数和这个 嗯 稳定性 大家就是自己把握使用 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端的手机端呢 是22个方法 嗯 推荐的话是推荐四款 它这边第一款是这个789 vpn 然后自由鸟 第三个蓝灯 这三个都是这个破解版的 咱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雷霆加速器 然后我这边用的 目前来说用的就是这个雷霆加速器 它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推荐15个人 可以这个永久免费的使用 但是他推荐的时候呢 绑定的不是这个手机号 而是这个机器账号 所以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手机模拟器来这个作弊推广 嗯 这个手机模拟器呢 在这个我这边有一个视频下方有个那个经典软件合集 里面有 大家可以这个自行看一下 然后第三块是这个一些上网办公的一些技巧 这个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下载一下这个清单 然后这边有这个链接 嗯 这边主要的就是一些爱奇艺视频怎么观看 怎么样 下载视频 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方法吧 比如这样免费观看耐飞的一个方法 咱们最后看一下 最后的一块 然后这是朋友做的一个国内的付费平台的一个课程 整体来说呢 就是内容很多价 那就是价格也不贵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加一下 下面咱们回到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 嗯 这一块是这个清典软件合集 就是大家这个 感兴趣的话 可以这个看一下 到后续咱们会介绍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软件 下面咱们就打开这个今天介绍的这个地址 然后咱们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打开这个 好 这边就是他一个注册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需要这个验证码 然后我这边已经注册过了 下面就直接这个登录 咱们直接登录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公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边是送的一个你注册的话 送的一个这个会员 然后这边是到29号到期 然后这是一个可用的流量 这是送的一个 钱嘛 然后他送了就是一块钱 然后你注册的时候他就会送 这是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嘛 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套餐 他这边 嗯 套餐整体来说 就是 嗯 也不算很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这边有这个每月25G流量的 还有这个4块钱是60G流量的 那这两块钱是8个G流量的 整体这个流量也 也算合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先试用一下 如果合适的话呢 大家可以这个也进行这个购买 而且他这边还有这个折扣码 大家可以这个试一下 然后他这边这个节点设置咱们就不看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邀请链接 他这边是有10个这个邀请次数 然后他这边就是只有一个一元的这个呃 奖励的初始基金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节点列表 几点列表 大家看 这个就是免费节点 然后这个就是免费 就是三天会员的一个节点 咱们等一会儿再测试吧 另外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其他平台的一个使用 另外就是有朋友留言说是这个 苹果版的是怎么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教程 一般那个机场里面都有这个教程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后续咱们会推出相关系列的这个教程 就是苹果版的怎么使用这个SSR 这是一些这个教程 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他这边提供的有一个这个共享账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几个就是奈飞的 然后这个 这个相信大家有老司机的话 知道这是什么站 这个咱们就不 不过多介绍了 也就是说你这边开通他的会员 然后才会有这些 这个账号的 下面呢 咱们就测试一下他的一个速度吧 然后目前来说就是我这边现在使用的就是 就是他的一个免费的一个账号 就是这个 然后速度呢 还可以 然后咱们就试一下 嗯 这个就是 嗯 这个飞鸟计划 也就是送三天vip的这个节点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84个人在线有84个人 啊 咱们就不是这个那个飞鸟计划 咱们直接试这个基点吧 因为这个三天过后 可能就你只能用那个免费的一个节点了 咱们就不是那个 那个节点了 就是他的一个vip的一个节点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网速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还是这个可能就是流量不太够用 所以建议大家的这个机场就是备用 来看一下咱们可以这个快进一下 看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就是80多个人是使用也是很快的 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体来说是 看这个1080p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 嗯 流量不够用的话 大家可以这个轻换成的 那个720p 或者是 480那就有点低了 不过 嗯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咱们暂停一下 回到咱们这个总结的一个页面 就是整体来说呢 这个库里云机场呢 也是就是需要的流量 少 但是也很值得推荐 一个是在这个 呃 有这个免费节点 而且速度比较快 而且很稳定 嗯 虽然流量少一点 但是你坚持这个签到 如果是个人使用的话 还是勉强就是够用的 如果要是团队操作 或者是有其他这个项目的话 大家还是够 这个是推荐可以购买的 因为整体来说就是使用着比较稳定 好 今天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稙